啊,A8长根生活圈,最健康的生活 最佳的采光通风规划 回家就像在自然里 丰益养生,幸福全灵宅 二至三房 03-328-3908 丰益养生,创意家 您的股息入账咯 请输入关键密码00757 启动股息放大数 无论您存的是金融股 定存股还是高股息ETF 领到股息再投资 00757兼亚股ETF 积极稳健一把抓 快搜寻00757股息放大数 投资一定有风险 基金投资有赚有赔 申购钱影响月公开说明书 深思可可报新闻 听见全世界 每分一秒都陪伴着你 全世界news98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欧洲央行啊 这个昨天如期召开会议之后的记者会 同时呢 这个欧洲央行很明确的释放讯息啊 要升息了 然后连欧洲都要升息 不是只有美国联准会升息而已 或者说一些新市场国家是接连升息啊 欧洲央行呢 7月应该会升息一个 一码 就是25个基点 然后9月可能会再加大力道升息啊 现在目前市场估计 大概就升息50个基点 升息两码 那这将会是2011年来 首次的升息 也就是说从2011年到现在 欧洲央行只有降息 没有升息过了 这个把利率降到负利率 那也要结束了连续大概七八年的负利率 正式转为这个脱离负利率的情况 脱离这种不正常的负利率的情况 那因为欧洲央行 试出这种鹰派的讯息之后呢 这个欧洲的各国的国债殖利率 就全面大升了 就是资金撤出债市啊 比如说德国十年齐国债殖利率呢 升到八年来的新高 那欧洲 为什么要升息呢 当然就有感这个通膨压力非常的沉重 我们昨天节目有讲说 欧洲现在目前的通膨啊 高达8% 英国甚至通货膨胀高达10% 那通膨压力这么大的情况之下 各国央行只好拿出这个货币政策的老招嘛 就是升息来应对 那包括台湾现在目前的状况也是一样 中央银行在下个礼拜 6月16号召开礼监事会议了 那会不会升息 目前市场的看法比较趋近于说 应该会再升 央行应该会再升 那至于说是升半码还是一码 这个现在目前难以预料 这要看央金融总裁怎么出招了 同时市场也预期说 央行有可能会再寄出第五波的打草房了 那这个房市的管控会持续的做下去 这个央行先前在立法院 已经透露出这样的讯息嘛 所以管制第二户啦 包括一些热点地区的贷款陈述的管制 这些呢都可能会是在所谓的地域 五波打草房的政策之中了 还有就是针对那个三四十年期的这种房贷 超长天期的房贷要进行管控 这都会是在第五波打草房的这个政策 那至于说央行啊 升息一码还是半码 我个人的看法有可能会比较 可能我个人认为是升一码了 因为毕竟你可以看到这个前几天公布出来的CPI 已经是来到十年的新高了 这个超过三%已经是不稀奇 甚至是十年来最高的状况 那个鸡蛋啊这些青菜啊这些名神必需消费品的涨幅非常惊人啊 比如说鸡蛋比去年同期都涨了超过两成呢 那这样这样子一个物价上涨 央行也只能拿出升息吗 不然说他还有什么样的货币政策的法宝可以因应呢 只不过就是说这个升息真的能把物价打下去吗 恐怕我觉得未必能趁各国央行总裁的如意算盘了 为什么这么说 我讲一个数据给各位参考 就经济部公布出来的是四月份的批发零售跟餐饮 营业额的统计 这是在五月二十三号所公布出来 那六月二十三号呢 六月六月的这个下半月 也要公布出来最新的这个五月份 所以我们现在只能看到四月份的数字 那我这个先从这个批发业的营兽 批发业的营业额来看 这个四月的批发业的营业额是一兆645亿 这个比三月的时候呢 明显减少 减了这个9.2% 经过季节调整之后减了2.7% 跟去年同月比是增加5.9% 但是跟三月比已经出现将近一成的这个衰退了 那那到底是哪一些行业开始出现这个月减呢 在批发业里面包括机械器具业出现14.5%的月减 那建材业出现5.4%的月减 此外呢 食品饮料跟烟草业 这个也出现8.5%的月减 那药品化妆业出现7.3%的月减 化学材料业是10.1%的月减 那布批服饰业呢 9%多的月减 综合商品业呢 是3.9%的月减 那其他批发业是将近8%的月减 所以你可以看到 很多这个 wholesale的项目都出现明显的 slow down的状况 那哪一些在增加 还是继续在增加呢 这个汽车业有4%多的增加 然后呢 家用器具用品业有2.6%的增加 就这两个wholesale的分项 在经济部的统计里面 它是月增的 其他全部都呈现月减 那这个月减 从wholesale批发业 可以看到什么状况呢 就看到整个景气slow down的状况 因为批发业 它是最上游大宗销售 那它出现了这个月减 就代表下面的零售销售 后面的状况 也可能会跟着这个往下走 那我们来看一下零售销售 4月份的情况 这个根据经济部的统计呢 是3439亿 有没有明显月减 像wholesale月减9%多呢 没有 但它也是比3月减了 大概0.05%的幅度 这个略微衰退了 这个不到不到1%的衰退 这个轻微的衰退 0.05%大概可以讲持平了 那问题是 这个我们看到 wholesale已经出现 将近一层的这个衰退的话 后面非常有可能零售销售 可能会出现更明显的衰退 这个是一个连带关系 那我们从这个零售销售 主要行业营业额的变动来看 我们刚讲这个月增 全面是负的0.05% 哪一些行业已经出现明显的月减了呢 包括了汽车业 在零售的部分 它出现了0.6%的月减 然后还有就是在电子购物跟油购业 这个电商的部分1.8%的月减 另外在布匹跟服饰业的部分 很明显将近10%的月减 所以从这个数字可以看到 现在目前这个成衣相关的这种服饰 大概生意不是那么好 如果大家有去逛街的话 可能可以发现 他们可能最近就是比较slow down 或者说你有些在做这个行业的朋友 你可以问问他们从整体来看的话 这个服饰业出现了很明显 开始从4月就已经是10%的一个月减 这个跟刚才谈到的这个批发业的情况 是完全一致吻合了 另外燃料零售业出现将近7%的月减 家用器具跟用品业出现了将近4%的月减 所以零售业也很明显 看到这个slow down的状况 那你说生息就主要去应对的 就是要减少减少这个消费面 减少压抑消费而产生 产生这个经济降温的情况 让物价下来 但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物价 这个消费面早就已经slow down下来 但是物价还高挂在天空上 这个就是我刚刚所讲的 生息不见得在这一次这么复杂的 这个物价上涨的环境中 能蹭这些央行总裁的如意算盘 把物价压下来 最主要原因就从刚刚这个数字可以看到 那另外在餐饮业的部分 出现更大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疫情的状况 所以说很多人就不敢到外面去用餐了 那4月份的餐饮业额是620亿 这个月减的幅度非常大 11.1% 这个一层跑掉了 那另外也出现了年减5.8% 就是说不但是月减 还是年月双减的状况 所以这个餐饮业的状况 可以讲说是更惨淡 饮料业 这个手摇杯饮料 也出现了10.2%的月减 所以你可以从这个餐饮业的状况 可以看到 就是说民众消费本来就已经落下去了 那民众消费4月就落下去了 为什么我们这个礼拜公布出来的CPI还高挂创新高呢 这可见不是消费面的问题 对不对 所以大家了解我在讲的这个因果关系是什么 就是过去我们常讲这个央行货币政策 他调高利率 用这个而升息的手段去压抑过热的通货膨胀 就过热的经济运作了 因为你升息上去了 大家生活支出增加了 比如房贷要多缴了 那我的这个各种借贷成本要增加了 所以我的所得上面就很多要拿去还利息的部分 就不能去消费了 不能去消费了 这个店家没那么多生意可做 他当然不会涨价了 他涨不动了 这就过去我们讲说所谓升息去压抑过热经济跟消费 而产生这个物价下滑的 这个央行触动物价下滑的这种道理 这经济经济学的理论上是这样的道理 但你可以看到我刚所举的例子 从经济部的这个餐饮啦零售销售批发来看 他早就已经下去了 你今天你今天早就已经下去的情况之下呢 你请问我那我就要请问你物价怎么还会创新高呢 创了十年的新高呢 所以这道理就不对了嘛 所以可见就是说这一次全世界的通货膨胀的问题 不是消费面嘛 他不是过热的经济面嘛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整个经济的趋势跟方向 是已经在slow down下去了 那所以怎么会是过热的经济呢 所以你在这个地方升息有用吗 你在那边升息 你欧洲央行升息要去压欧洲的这个经济 这个通膨啦 那你美国联准会升息要去压美国的通膨 包括台湾央行 中华民国的央行要去升息要去压通膨 我请问你你压了下去吗 他不是这个消费面的问题 他是供给面的问题 我们节目我之前一再跟听众朋友报告 这样的一个想法 就是从经济部这个数据 你就可以看出来了 这样的问题 所以央行现在他升息 只不过就会加重老百姓 更大的一个生活的压力而已 为什么物价已经那么高了 消费也疲弱了 那所得呢增长也有限 结果我现在还要面对这个利息上升的压力 那我不是一根蜡烛多头烧吗 大家本来都已经是压力三大足了 这个亚力三大足了 三明治家庭了 你现在还要面对这么多的压力 那日子不是更难过吗 所以央行 我是建议啦 你升息大概升半码就好了 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钱没有不见 只是变成我喜欢的样子 我喜欢住在南港下一站 各位现场朋友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我刚从经济部的数据来谈 就是说这次全球央行所面对的问题是极为严峻的 今天晚上美国CPI公布可能会是超出预期的 8点半CPI公布可能超出预期 可见什么 可见美国联准会升息也打不了通膨 如果他升息真的拿大了通膨的话 请问油价怎么会回到120以上呢 创了三个月的新高呢 是不是 我当然个人 社豪所讲的希望不要升息 我个人也不希望升息了 因为我们都有房贷 我也当然不希望升息 大家说那个升息会 不升息会让外资跑光光 那你升息的外资也不见得会留下来 今年外资卖超快8000亿 外资卖超8000亿 我认为他最主要卖超的原因 当然跟台币汇率有关 但最主要还是看到景气往下走的方向 就看到整个趋势是往下走 金融市场的趋势是往下走 我相信大家也会发现 现在物价真的是贵到不行 随便去吃顿饭 随便去大卖厂买个东西 你几个人去吃个饭 两三千块就不见了 油价也是一样 全世界新闻台 FM 98.1 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今天这两段都我个人 这个solo 我自己赌奖了 我没有请来宾 谈一下这个 今天晚上美国要公布CPI 这个市场预期 这个是8.2 这个年增率是8.2 但是非常有可能会出来 数字是8.3 等一下8点半就知道了 我们现在也不用去猜它 anyway不管8.2 8.3 各位发现 美国联准会已经升息两次了 对不对 就是说三月是一码 然后五月已经升两码 总共已经升三码了 0.75个百分点 现在基准利率已经是 0.75到1%了 那预估呢 六月就下个礼拜还要再升息两码 就会把利率呢 这个再拉升到1%以上了 那请问美国的通膨有下来吗 也没有啊 美国的汽油价格有下来吗 没有 美国汽油价格已经不知道连续多少天 创下历史新高了 现在美国这个汽油平均全国的价格 50周 已经来到了每加仑快5块美金了 这个是一个非常惊人 吓死人的油价 对美国人来讲是完全 过去曾经没有办法想到的这样的油价 去年2021年美国全国的油价是多少 全国的油价大概才2块多一加仑 怎么会一下跑一倍上来 这个油价涨了一倍多呢 这个零售的汽材油价格 涨成这个样子呢 那这个就是很明显的通膨了现象 那油价上来 各位想想看 这个汽油柴油价格上来 运输成本是不是更高 肯定运输成本更高 所以美国航空公司现在都要 票价都贵得不得了 还要收那个燃油附加费 类似这种台湾所谓燃油附加费 随票征收 因为油价一直在涨 航空燃油也在涨 那老百姓未来这个还能出油吗 现在也许还顶得住 这个未来能不能顶得住就不知道 因为现在就是饮吃卯粮 这个所得增加有限的情况之下呢 就是花储蓄 所以像美国人现在的储蓄率只剩下4.4 各位去看到4.4的储蓄率很夸张 因为他比那2015年到2020年的平均数据还低了 就是说储蓄率现在是低到只有4.4 那个是跌破了疫情之前的情况 那在代表什么 代表美国人现在钱不够用 只能去花存款了 就是大疫情期间 这个美国政府大撒银蛋 给美国人发支票啦 这些银行里面很多存的钱 或者说股票赚的钱放在银行里面 那他们现在只能花这个钱 问题是这个储蓄率越降越低 那连储蓄也花光的时候怎么办呢 只能刷credit card 所以你去看美国现在的这个 最近的这个信用卡 credit card的这个信贷增加 是大幅增加增加的一个情况 因为只能用信用卡去刷卡了 那很多这个美国人信用卡 都是分期付款的 比如说我买一台电视机 我也分payment 每个月用信用卡先刷 然后能分不同的期数这个付钱 那最新苹果WWDC 这个全球开发者大会 里面不是宣布了那个iOS16的 最新的作业系统 哇将来苹果也要搞这个贷款生意了 就跟银行抢生意 大家有看到那个最新消息吗 最新消息苹果叫做 Apple Pay Later 什么叫做Apple Pay Later呢 就是苹果后点付 苹果付后点付 怎么叫后点付呢 就是你用我这个苹果刷卡 这个去买东西啊 我给你那个六周 六周的贷款 没有不用利息哦 六周贷款哦 六周然后让你分期付款 也搞这个 苹果也要去搞这个东西 要进入到所谓的 那个金融消费市场 苹果很厉害 要进入到这块市场 去抢生意的去了 所以这样的情况 持续演变下去 会变成什么状况呢 如果说通货膨胀真的不下来 我们假设说最坏的状况 是通货膨胀不下来 那老百姓的钱越花越少 因为银行储蓄也花不了了 也没钱了嘛 银行也花干了嘛 第二个呢 信用卡你也不可能 一直刷啊 你信用卡迟早刷爆啊 你卡费你还是 就算你是分期payment 你还是要还啊 是不是 你还是每个月 得去还固定的金额啊 像我个人刷卡 我从来不分期的啦 就不要过度消费就对了 那那个鼓励你分什么 十期啊 八期的都是鼓励你过度消费 你没有这个能力 你就花那个钱 然后你要分八期十期 你终究还是要去还去要去付这个钱 就像银行推那个四十年期的房贷 真的是哦啊 这个一辈子扛房贷了 对不对 我我买不起这个房子 我过去二十年的房贷 我现在变成四十年 增加一倍的还款期数 你当然这一倍的还款期数 你利息就增加 那你才能去买一栋房子 所以说变成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你买不起 我只好把房贷延长到三十年四十年 这样子让自己一辈子去扛房贷 你二十三十岁买房 然后到七十岁才能还完这个钱 七十岁你都已经当阿公了 你才还完你四十年期的房贷 紧张人生真的是看不到那个太阳了 每个月都要去还那个房款利息啊 这个四十年要去带那个利息 所以央行为什么说 第五波打草房 要针对这种四十年期的超长天期的房贷 去下达那个杀手键 这其实也是有道理的 所以过度消费 过去美国人的过度消费 到今天可能消费紧缩 那你说如果说真的一定 一旦进入到消费紧缩 那后面金融市场 当然就是有疑虑嘛 对不对 我们不是说他一定会大跌或怎么样 就是说这个现在目前看到这个趋势跟方向 是往这条路在走 所以为什么这个target 这个目标百货 美国第二大的这个百货商场 仅次于沃玛 三周内两次调降才测 从这个三周前呢 这个才测 这个大降股价大跌 当时呢说啊 我的盈利预期呢 是5.3% 到这个礼拜一降降到剩下2% 盈利预期 然后说我的库存大增 然后销售没利 说库存增加了4成多 然后我销售只增加了3%多 那所以呢 我必须要把我盈利调降 所以你从目标百货target 你就可以看到这样的状况 美国老百姓已经快 花不起钱了 已经快没有利消费了 那如果物价再不下来的话 那 怎么去消费呢 那这些零售股啦 不管是必须消费 非必须消费零售股 乃至于这种像苹果这种 卖手机的啦 那这个后面还卖得动吗 那你如果说苹果手机卖不动 那你手机晶片怎么卖得动呢 这一连串的问题 就是环环相扣出来了 所以说央行 现在各国央行面对高物价 束手无策 各国央妈就是只能升息应对 那问题是升息 你真的能把物价很快速的呛下来吗 恐怕不是嘛 因为看到现在目前美国到今年年底 一般估计CPI至少还在6%以上嘛 那你把物价降不下来 你又把利率升上去 又把经济搞垮了 把景气搞崩了 那金融市场不就跟着崩吗 我们谢谢Canhold的donate 那你想看这样子的情况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所谓的 黑洞的隧道持续往前了嘛 所以我才会再讲说 金融市场如果一旦遇到这种 所谓的经济黑洞隧道往前 你看到这条路是这样往前走的时候 你当然就要注意说 这个恐怕市场的一个趋势跟方向 现在目前进行的趋势方向还没有结束 我过去的经验是这样子了 通常在股票市场一个熊市的结构中 它的时间大概是至少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了 因为熊市的调整没有那么快结束 就是说这个是跟我们这个汽车换挡一样 它换挡就是一个过程 这个从多头到空头 从空头再回到多头 它中间一定要有一个时间流程 时间要满足 然后它的空间也要满足 那时间满足呢 大概过去的经验就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 快则一年 最快到一年 那慢一点两年 中间大概一年半 那你说从今年一月开始调整 那可能也要 如果时间要满足也要到明年中啊 那另外空间呢 空间我们过去讲 熊市的空间至少就超过20%嘛 但是如果说这经济是一个深度衰退的话 那就不止20% 因为过去美国如果是经济深度衰退 CPI可能 对不对 GDP可能付到5%6%这样子一个深度衰退 连续好几季这样甚至一年以上的时间 这样经济衰退的话 那过去的经验 美国股市都是要跌掉340%的 过去的经验是这样子的 不是代表这次一定会是这样子 那那这个是空间的问题 所以现在目前看起来时间空间 事物都还没得到满足 另外在结构面上面 各位去看到熊市股市结构 金融市结构都有三阶段 第一阶段 这个初跌段 然后主跌段跟末跌段 初跌段跟末跌段的形态很相近 就是急跌 然后呢 都是恐慌波 这个震荡幅度很大 下沙的压力很大 就是末跌段 主跌段 那主跌段呢 通常都是慢慢跌 量缩慢慢跌 所以我看到金融市股票市场量缩 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不好的讯号 因为量缩呢 就叫温水煮清 他也许每天 他不会每天大跌 跌势也不会很猛 但他就是缓缓跌 那种缓缓跌 这会套死人的一个市场 因为你不觉得说他很恐慌 你就股票继续爆的话 你就说这种缓跌的行情 我是觉得比急跌 那到最后末跌段急跌的时候 大家都躺平了 出场了 就到这个game over 然后你就停损 人生上半场 想跑的地方都跑了 那今天就跟周五就跟大家讲到这儿 祝大家周末愉快了 我们下个礼拜一 这个我们下午2点4 4点20分听完拿鸽的时间 我们再见 直播再见 拜拜